小杰雷欧利和库拉皮卡的 哭哭露山之行 竟似乎是感动了 喜巴和杰诺 让奇亚得以从奏迪克家出来 喜巴还和儿子第一次席地畅谈 像一对平常父子一样谈心 喜巴让奇亚做自己想做的事 只是累了以后回家就行 奇亚十分感动 也终于因此 得以再次与小杰他们重聚了 接下来就要开始新的旅程 库拉皮卡告诉小杰 9月1日开始 有个新会有一场 全世界最大的拍卖会 倒是不光西索会去 整个幻影旅团也会去 所以小杰与朋友们定下了9月1日 再有个新再会 不过现在距离9月1日 还有半年时间 雷欧利打算努力读书备考 库拉皮卡则要好好打工赚钱 至于小杰 则计划和奇亚四处走一走玩一玩了 但在库拉皮卡和雷欧利走后 奇亚可不觉得现在有玩耍的时间 小杰要想打败西索的话 必须从现在开始接受特训才行 想打败西索可不能只依靠嘴炮 如果半葬和西索的实力 差距有20厘米 那么小杰和西索的差距 就是20米啊 小杰看到奇亚在地面上 画的线条也很忧伤 真的有差这么远吗 他突然有些好奇 那奇亚和西索差距有多少呢 奇亚认真思索了一份 画出了大概一米的样子 这让奇亚内心还有些自得 觉得自己实在太谦虚了 而小杰也十分惊叹 原来奇亚实力比不上半葬呀 另外 为什么奇亚能这么清楚 自己和别人的实力情况呢 奇亚只好告诉小杰 就是经验而已 不过经验有时会骗人的 所以一定不能全部移客经验 对于奇亚的话 小杰是相当幸福 现在他们两人兜里 也没有多少钱了 所以奇亚想了一会儿 就想出了一个又能特训 又能赚钱的好办法 小杰一听还蛮有趣的 十分开心地跟着奇亚走了 奇亚带小杰去的地方 就是天空竞技场 天空竞技场总高度为991公尺 内部共有251层 是世界上第四高的建筑 只要打赢 就可以往上一层 还有奖金可以拿 当然 打赢的楼层越高 所获得的奖金也就越多 遇到的对手也就越厉害 听到这里 小杰已经兴奋了 这不就是又能赚钱 又能增加实力的好地方吗 奇亚也说小杰现在后悔也晚了 因为自己已经将 两人所有的钱都买了船票 身无分文的他们 只能从头开始了 两人随即进入 天空竞技场的报名中心 发现里面站满了人 他们竟然都是来报名参战的 而且每个人看起来 都是十分厉害的样子 在报名的人群中 一个叫窒息的孩子 引起了奇亚的注意 奇亚也没想到 这孩子也是来参加竞技场的 看到孩子的年纪也没多大 竟在报名表上 填写自己有十年各得经验 看样子口气不小啊 小杰和奇亚就这样 记住了这个男孩 两人很快完成了 报名进入了竞技场 竞技场中央有几十个擂台 每个擂台上都有 两个选手和一个裁判 这是第一层 裁判会根据 每个擂台上胜利者的表现 发放牌子 让他们去指定楼层 继续参战 奇亚看着场上比赛的人 很是感慨 这里果然一切都没变呢 原来在他六岁的时候 他就被父亲扔到这里磨练过 他花了两年的时间 打到了二百层 小杰听了叹为观止 不愧是奇亚啊 就是厉害 奇亚去告诉小杰 你要是想跟西索这种高手动手 在这里最起码要打到 二百层以上才可以 就在这时 广播中让小杰上场比赛了 小杰十分紧张 奇亚却说 你连四吨中的大门都能推开 还怕什么 尽力一搏就行 随后还拉着小杰说悄悄话 也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小杰的对手 是一个五大三村的壮汉 看到跟小杰一样的小杰 壮汉有些开心 看样子自己今天运气好 来了个送分的 可不了战斗开始 小杰一掌就把壮汉给推飞了老远 在墙上都撞了个大坑 现场的人全都大惊失色 这小孩子咋这么有力气 一旁的裁判见了也是惊诧 赶紧将通往五十楼的凭证 递给小杰 看来他也知道 小杰有直通五十层的实力 这里看到这个裁判 竟然突然想到了团长 他应该不是团长 用来按算稀锁的那个人吧 小杰十分开心地 拿着凭证去找奇亚了 等轮到奇亚上场的时候 他更是轻松一下秒杀对手 裁判于是认出了奇亚 这孩子上次都打到二百楼了吧 这样厉害的选手 可以从一百八十层 继续往上打 不过奇亚打算跟小杰 一起共同进退 所以只要了一张五十楼的凭证 就下了谈 没想到这时轮到智喜上场 他也干掉了对手 轻松得到了去往五十楼的凭证 三个小孩子乘坐电梯 到了五十层 一路电梯小姐叽叽喳喳 介绍情况 可三个孩子就没理她 他们聊着天 没多一会儿就相当熟悉了 出电梯后 智喜问小杰和奇亚 是什么流派的 两人一脸懵逼 让智喜也相当诧异 说自己是心愿留拳法 小杰和奇亚竟然被人指导 就这么厉害 实在太难得了 而这时 智喜的代理师傅云谷出现 他将智喜得到的奖金交给他 还叮嘱孩子们要注意身体 准备迎接下一场比赛 他也是没想到 除了智喜 还有其他孩子来到了这里 搞笑的是 奇亚和智喜都学着 智喜的方式和云谷打招呼 两人还是孩子呀 智喜和奇亚随即 也将第一层的奖金领了回来 钱不多 只能买一罐果汁 但奇亚表示 下一场比赛的筹码 就有五万元了 如果打到一百楼 还会得到一百万 通过一百五十楼 就会有一千万以上 大家必须努力才行 奇亚叔当年 其实自己在一百九十楼 就放弃了 不过 也拿到两个亿 只是那些钱 全都被奇亚拿来买零食了 小姐和智喜呆住了 偷用了买零食了吗 是什么好吃的呀 三个孩子聊得开心 没注意到旁边 有人听得不耐烦了 那些人走过来 本想嘲笑奇亚几句 靠近一看 才发现竟然是老熟人 亚摩利三兄弟 没想到会在这里看到奇亚 于是被奇亚小小一威胁 就吓得脸色苍白 在每位选手上场以前 观众们都要先压住 结果观众大多数觉得 奇亚打不过智喜 这让奇亚十分不爽 很快比赛开始了 智喜摆住了十分漂亮的攻击姿态 奇亚自双手插兜 十分悠闲地走到智喜身边 从容躲过智喜挥拳 顺手一记手刀将智喜击倒 奇亚率先得了两分 在比赛中 谁率先得了十分就算赢 奇亚本来以为自己已经赢了 结果却发现智喜又艰难地爬起来 这让奇亚很是诧异 他刚才用的力量很重 以为智喜要晕一阵才行呢 于是战斗继续进行 这次智喜动作迅速而警觉 可是还是难逃奇亚的攻击 不过智喜很快爬起来 没让奇亚得分 智喜气喘吁吁 坚一只赢不了奇亚也急了 竟打算使用压箱底的一招 整个人的气势一下子就变了 让奇亚突然感到了一阵恐惧 他猛地后退几步 可就在这时 看台上的云谷突然大吼一声 那声音太大 感觉到地面在不停地颤抖 此时小杰刚刚将亚摩利三兄弟打败 跑到外面的时候 刚好看到奇亚也赢了战斗 奇亚对智喜的评价相当高 最主要的是 他刚才竟在智喜身上 找到了一丝他大哥一二迷的影子 那家伙好像要使用什么绝招 但是被云谷制止了 战斗结束后 他偶然偷听云谷批评智喜 隐约听到了一个念字 云谷说智喜暂时还不能使用念 只有到了天空章技场的顶楼才能使用 如果被眼前的胜利所迷惑 就会削弱未来的可能了 奇亚也因此告诉小杰 他决定改变策略 也要到达最顶楼 看看顶楼是何方神圣 之后经过一路过关斩将 小杰和奇亚顺利地来到了一百层 电梯小姐恭喜这两孩子 达到了一个里程碑 但小杰和奇亚才不觉得有什么呢 二百层才是他们的目标 这话让电梯小姐觉得他们太臭屁了 连连表示一百层拥有专属房间等很多优胆 所以有的高手甚至会为了享受待遇 故意长时间停留在一百层 远不是五十层可以比的 因此他们可能即将面对可怕的局面 就是那些实力原本远超一百层的对手 电梯小姐原本还以为小孩子会被吓唬住 谁料奇亚眼睛都没睁开 小杰还因此兴奋出声 那就太好了 自己还担心依旧会很容易呢 电梯小姐这下都要被气死了 背骨身咬着衣服 感觉这俩孩子是不识好歹呀 但随后她就听到奇亚六岁的时候 就已经经历过一次了 这下电梯小姐三观彻底崩塌了 看看人家六岁再想想自己六岁 小姐姐连开电梯的心思都没有啊 而小姐姐果然是小看了小杰和奇亚 接下来的战斗两人依旧所向披靡 顺利打到了一百五十层 小杰已经被存这里的数字惊得说不出话了 她数了好几遍 也没数明白到底是多少个零 反观奇亚现在已经无钱一身轻了 她的钱果然都被她用来买了零食 小杰看着堆成山的巧克力糖球默默发誓 以后可不能让奇亚管着钱呢 两个孩子在屋里打打闹闹闹半天 小杰还是完全无法反抗奇亚的力量 她不由得有点泄气 要怎么才能让自己进步呢 小杰突然想起了智希和她的师父云谷 奇亚说 智希这孩子十分特别 虽然攻击力不强 但是十分抗揍 自己无论用多大的力气打她 最后她都能爬起来 当时自己也是有点冲动了 最后就直接用了全身力气打了智希 虽然那次攻击让奇亚赢了比赛 但奇亚却有些担心 以为自己出手中了伤到了智希 可那孩子还是坚强地爬了起来 小杰十分诧异 难道智希这扛作的秘诀 就跟云谷说的什么念有关吗 奇亚也十分好奇 他俩决定直接去找云谷问问 没准能多学点知识 以后再往上层打的时候 也事半功倍呢 其实这里也感觉奇怪 为什么奏迪克家族不教奇亚念呢 不愧是老贼后面才想的概念吧 小杰两人想到就去做 他俩去找智希 智希倒是毫不犹豫地倾囊传授 可是孩子到底是年纪小 说的话让小杰和奇亚听得云里雾里 云谷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看到奇亚和小杰都十分执着礼貌 只好亲自给奇亚和小杰讲课 云谷说 其实所谓的念就是燃烧心智 也就是意志的强韧性 修行的过程可以分为四大类 分别是点 蛇 链 发 四种 首先要一点是心智集中 凝视自我并且设定目标 接着是以蛇将想法化为语言 以链升华意志提高意志 最后再以发付诸行动 而以奇亚感觉智希的气质骤然改变 就是他被不能输的链所压制了 说着 云谷就让奇亚站起来感受一下 云谷表示 要在心中想杀了奇亚这种念头 奇亚懵了一下 觉得无所谓 反正也不可能的 于是云谷开始集中心智 一点开始 玄机将这个念头说了出来 而就在这句话从云谷嘴里说出来的时候 奇亚突然感觉周围的奇亚明显变化了 一股强大的杀意 将他压得几乎无法呼吸 奇亚被吓得爬上了屋顶 云谷说 刚才那股气势就是链 只要意志足够强大的话 最后就是以势取胜 我不动 敌自退 就是这个效果 不过云谷也说 在心智还没有长成之前 最好不要轻易使用这一招 对于奇亚和小杰这几个小孩子来说 云谷觉得修行到点这个境界就可以了 虽然不能压制人 但至少不会被别人压制 奇亚和小杰十分感谢云谷的教会离开了 可他们刚走 云谷就拿出另一块板子 让智喜练功 原来这家伙还藏了一手啊 小杰走在路上还在回味云谷刚才说的东西 感叹云谷先生真是大吼人呐 但奇亚却表示 刚才云谷所说的都是骗人的 首先 云谷说的无法解释 为什么智喜怎么打都不倒下 其次 在云谷讲解的时候 奇亚注意到一旁的智喜表情十分僵硬 所以这家伙很可能隐藏了什么 奇亚决定要弄明白真正的念是怎么回事 奇亚等人一走 智喜果然就对云谷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他觉得云谷师父不应该骗人 不过云谷却说 他们不是本门门徒 自己确实不应该教他们使用念 所以自己才会用然来代替念讲解 念能力太强 如果被心术不正的人学了去 很可能会成为伤人的戾气 有了念 就算一张纸 也可以被当成武器 也可以让自己拥有钢筋铁骨 所以云谷才觉得 在不了解对方之前 不能将念教给他们 天空竞技场的战斗仍在继续 没过几天 小杰和奇亚就打到了200层 又看到了熟悉的电梯小姐 因为奇亚也不知道200层有什么 小杰就想问电梯小姐情况 结果这电梯小姐之前 几次被小杰他们打击了 什么都不肯说 奇亚于是在后面 没心没肺地开刷 原来你也不知道呀 真是没用 这里的品质怎么越来越差 就算职员不用接受教育训练 最起码也要找个好看点的人吧 小姐姐终于忍不下去了 露几秋子就把奇亚和小杰 揍成了猪头 感觉小杰也是受了无望之灾呀 小杰和奇亚总算进入200层 可一进来 他们就感觉到了一种 强大的压迫感 现在他们终于知道 这种熟悉的压迫感 就是有人正在使用念的证明 这强大的念 让小杰和奇亚 根本无法向前走一步 没想到这时 负责登记的美女 却毫无负担地出现了 他告诉小杰和奇亚 要想成功到达200层 必须要在今晚12点以前 完成登记 如果超过时间 就算弃全了 奇亚和小杰根本无暇思考 他们现在只是想着 杀气是从哪里传来的 直到西索出现 解开了大家的疑惑 杀气正是西索释放的 这一家伙 为什么会在天空救济场里 没想到西索 竟然拿出了红桃威 骚着头发 不要脸地表示 是命运的红线 把我们连到这一起呢 奇亚和小杰当场下呆 其实西索之所以等在这里 就是因为通过船票 发现了小杰两人的踪迹 他想提醒他们 以他们现在的实力来说 进入200层 显然还太早 所以他今天就守在这里 让小杰和奇亚 根本无法前进一步 这样他俩就无法登记了 小杰和奇亚 他还在咬牙坚持着 没想到这时云谷出现了 他告诉孩子们不要影城 自己会将念的全部真相 交给他们 只是现在必须离开这里 否则会被西索的念杀死他 这一次 云谷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他们 什么是真正的念 真正的念就是能自由操纵 从本体发出的能量 而首先第一步就是禅 将本体发出的能量 留在体内 这样肉体能变得更强壮 甚至还能让人保持年轻 第二步就是绝 可以消除气息 在疲劳的时候 用来恢复体力很有效 第三步的念 就是发出比平时更多的气 如果运用得当 只要心存恶念 光凭借气就可以杀人了 奇亚他们现在这种情况 就要学习用蝉来防御 用自己的气 防范对方的气 不然的话 就会被西索的气压得粉身碎骨的 眼下小鸡他们 必须在几小时之内学会蝉 他们能成功吗 我是黑白 下期见